大家好,歡迎收看這集節目 這節目不和大家說英國正事主 我們將眼光換一換去英國的鄰國,即是法國 法國對英國的朋友來說也很重要,對世界的朋友也很重要 首先它和英國真的在隔離,有英法隧道連接 也有很多海路和空運不斷來往 法國本身也是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成員國 也是歐盟的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國家 很多議題有些人都棄稱 法國、德國自己談戀了,然後找其他人同意就可以了 其實也不是真的這樣 不過法國在歐盟的影響力也很大 今天為什麼法國呢? 因為法國有領導人的改變 不是法國總統馬克朗 馬克朗繼續做總統 不過他剛剛撤換了法國總理 宣佈了新人選 原先的法國總理Elizabeth Boyne 其實在星期一的時候就辭職了 這個也可能和他上個月通過了移民法案有關係 其實現在法國政府因為在國民議會裡沒有一個多數黨的地位 所以很多政策都要和在野黨討論 因此也有些人批評說法國在上個月通過的移民法案裡 就要和較為保守的共和黨討論 變成政策好像有點右傾 和原先想著中間派有少少不同 亦以拉斯巴邦本身去的民望也不算很高 所以也要考慮到 究竟馬克朗在2027年大選之後 有什麼人可以繼承他的地位 所以在這個時間換一個總理人選 似乎是一個理性安排 這次宣佈了成為新總理的人就是Gabriel Atal 中文我還沒找到他正式的名字 不過如果說陰逆就叫阿塔爾 那他有什麼特別呢? 最特別就是很年輕 只不過34歲而已 大家想到多年輕 大家大學畢業出來都21、22歲 做12、23年之後就做了法國總理 可以說坐直升機就升到總理的職位 總理這個不是虛銜 是一個很有實權的職位 也是由他決定哪些人做國務的大臣 法國的各國大臣 所以也是一個很重要的職位 他另外也是比較特別的 就是一個公開的同性戀人 其實法國現在可能都沒有什麼所謂 這些情況 也補充一下法國的選舉制度如何 其實法國總統選舉大家可能就比較熟悉了 就是兩輪投票的 之前馬克龍就贏了立行 就是順利連任了法國總統 但是其實在法國的議會 其實也有兩個議會 一個就是參議院 一個就是國民大會 主要就是看國民大會的一個 其實就是在2017年 第一次馬克龍贏得成為法國總統的時間 他們的黨團在國民議會裡面是拿了一個主導的地位 看回當年的票數 就是職位來講 法國國總共577席 當年的總統陣營多數派團隊就是拿到350席 是一個多數黨來的 所以在頭一屆馬克龍政府下面就很多法案 比較容易通過了 但是到了2022年的大選的時間 這個叫公民一起的一個黨團的議席數目 就只是去到245個而已 那就不夠總共577個的一半 因此就失去了多數黨的職位 很多法案都要靠在野黨 幫忙一起才可以通過 由於他一個正黨團也是站在中間的地位 有時就可以偏偏偏偏偏 就可以得到一些在野黨的支持 正如剛剛通過的二民法案就是這樣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的小數黨政府一定做不到呢 那又不是啊 如果大家回想起去年 其實法國也有一段時間相當動蕩 有很多騷亂 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 上年通過了一個法案提高退休金的年齡 這些這麼難做的事情都成功做了 法國這個民主制度 都可以保障到 總之你有人民的授權 都是有能力可以做這件事 法國去過選舉制度 就跟英國和歐洲 都是有點不同的 歐洲大部分議會 都是採用這個某程度上的比例代表制 但法國不是的 國民議會都是用單二席單票 但又跟英國的單二席單票不同 因為英國的單二席單票 就是簡單多數就是 你累了四成選票 或者甚至三成幾個選票 已經有機會當選了 但法國的國民議會 每一個選區 五百七十七個選區裡面 每一個選區都是一席 但是你要贏到那個席位 都是要有兩輪投票的 所以基本上都是要得到過半數的票 過半數的選民 那個區的過半數選民 才可以當選的國民代表 人民代表 不知怎麼說 國民代表 因此也可以說跟英國的制度不同 這裡講講其實英國曾經有考慮過 那裡類似法國的制度 不過當年公投就是沒有成功 所以現在仍然採用這個簡單多數制 好了說了那麼久 接著介紹一下Gabriel Attal 其實大家知道他很年輕 那他確實是一個很出色的年輕人 那他本身受過一個很良好的教育 就是出身名校 也就是他在公眾場合來說 都是答問題、表達意見 都是說得很好聽的 那他也有些音樂的天賦 也有很強的演講能力 所以就是很年輕 他已經出來拔萃了 成為了法國的最高領導人 大概第二高領導人 那他在位時間都做過很多部的部長 包括衛生部 也都做過教育部 一個比較特別一點 受爭議的決定 就是他做教育部長的時候 就實施了一個政策 就禁止學生在學校裡面 帶回教的服飾 我叫巴雅 有些人覺得好像有點保守 但是似乎在中間政府就是這樣 有時候就要談左 有時候偏右 可以說兩邊 可以說比較中間行 得到的選票應該會比較多 現在他是很聰明的人 也都很受到人的支持 有些民意調查 就說他的支持度很高 到四成 不止比馬克龍高 比Elisabeth Bond 比馬里納龐 以及反對黨的領導人的支持度 都要高 所以我相信馬克龍 就趁著這個機會 reboot政府 希望在未來六月的歐洲議會選舉 可以爭取更多席位 因為很快來到 也相信另一個目的 就是培養接班人 因為根據法國的牽法 馬克龍在2027年的選舉 就是不可以再參選做總統 會不會交棒給塔爾 這個絕對就不奇怪 當然了 他最後算不算 就要靠他自己的功力 靠在當時的制裕 以及接下來幾年 他的政績是怎樣 會不會有更多的爭議 我看到就發覺這個民主政府裡面 其實雖然面對很多問題 但是似乎都是在過去幾年裡面 都可以迎刃而解 現在就出一個比較年輕 比較有活力的人 做一個總理 那會不會對法國政府 有更好的一個選擇呢 也要說一下 其實之前經濟學人也有報導過 其實法國大家不覺不覺 在過去幾年的經濟 相對於其他歐洲國家來說 都算是發展得不錯 那是不是馬克龍政府 其實對於法國的貢獻 都有不少在呢 那現在新的總理 這個阿塔爾 究竟會不會為法國政府 法國帶來一個更美好的前途呢 大家拭目以待 講到這麼多了 拜拜